很多人頭暈暈可能覺得不夠分 或者身體虛弱 是可能沒有問題的 但其實頭暈可能身體出現毛病 例如是心房戰動 所以是不容忽視的 心房戰動可以是毫無症狀 但亦有部分患者會有些不舒服 例如會覺得胸口悲痛 胸口亂跳、不自在、甚至氣喘 一般來說 心房戰動會增加中風 但多達5倍 但當然 心房戰動亦可以是無症狀 可謂一個無形的殺手 在香港來說 每年大概多於3000個病人死於中風 亦都是第四號的殺手 所以是不容忽視的 心房戰動有多種成因 例如血壓膏、冠心病、心患問題 或者心肌問題 另外食煙、糖尿病 也會增加心房戰動的機會 其實心房戰動和中風 是有密切的關係 在此呼籲高為一足 要盡快檢查身體 預防中風 心房戰動的治療 包括了藥物的治療 例如控制心率 或者控制心的速度 而心房戰動很多時候 都會增加中風的機會 所以大部份的病人 都需要吃口服的抗型血藥 傳統的藥物就是華法林 也有新一代的口服抗型血藥 比華法林來說 新一代的抗型血藥 效果會相約 但是更方便 不過呼籲大家 請教醫生 看看哪種藥物治療 最適合自己 第一次中風 我是二十多歲 生人寶寶 不知道心房戰動 引起中風 就在醫院 昏迷在醫院 醒來後 手腳不能觸動 我就很不開心 因為我太年輕 多歲 不觸動 我就很想死 後來那個姑娘 看到我不開心 就跟我聊天 問我為什麼不開心 接著她就 找個話題 轉個話題給我 她說 你這個寶寶怎麼樣 立即 就變成明燈 這樣引動我 對呀 那麼辛苦 生了寶寶 沒有理由 自己死去不救她寶寶 就很有決心 要康復 要照顧寶寶 都要年紀才可以做得康復 我還要做你治療 職業治療 做了年紀才康復 找回寶寶 我中了這麼多次風 第二次中風 我就比較有經驗 知道跳得快 我就趕快去醫院 醫生 早點幫我做治療 那就幫到我 沒有傷害得那麼厲害 我第一次中風之後 醫生就說要吃癌法林 就幫我 控制血 不用 有血快了 如果我什麼就好一點 我就開始吃了 但是吃就要戒口 戒得不好就會很麻煩 就要入醫院 因為會稀 或者會稀 會稀 我建議 如果是中多風的朋友 就要積極一點做 復康運動 就算好 也要維持 做拉筋 因為不動 就會很容易緊 就算好一點 因為我中多風始終 不會全部好 有一點點 遺症 我們希望克服了 就會幫到自己